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把挫折当作人生养分的 国际美术设计大师肖清阳 大家都成名大侠 大侠您好 云芳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爸爸妈妈一直觉得 要一座台湾的金曲奖 所以这座回去要赶快拿给他 他应该会放在供桌上面 金曲奖常客说到唱片包装 没有人不认识肖清阳 来到他的工作室 设计过近千张唱片 每一张都有故事 女儿要出来 可是又担心这个歌手来不及发片 后来起真的发片那一天 我的女儿也出生了 从此这件作品就变成我的纪念品 现在起真的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问我说 那甜甜多大了 入行三十年 肖像设计的唱片 不但贴近歌手 更有温度跟创意 甚至是第一位 入围葛兰美奖唱片包装奖的华人 还入围了四次 早上工作室就电话一直响起 然后那时候流行一个叫MSN的 然后所有的字串里面都讲到说 那个肖大侠他入围葛兰美奖了 然后工作室的团队就有人尖叫 我躺在后面还在想说 骗人了吧 什么葛兰美奖 是台中葛兰美唱片行 对我并没有太理会 后来看到电脑大家都在恭贺我的时候 我那天还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校说还真的没想到会入围 其实肖青阳从小就爱画画 也因此考上复兴美奖 肖青阳在复兴三公期间当中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他的创意无限 不管可行或不可行 他都愿意尝试 如此有创意才华 但肖青阳却跳脱传统艺术家 给人的感觉 外呆在室内 反而喜欢往外跑 更喜欢被称为大侠 其实我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 就突然有朋友跟我说 大侠我帮你报名了 这个礼拜在竹山 有一场路跑 你是拳马 你就准备好的衣物 然后前一天可以到我们家来睡 那天我就莫名其妙 还帮忙鸣枪 就跑到人群里面 就往前跑 天啊我不知道 全马半马到底是几公里 就往前跑 我很喜欢这种 我以前所谓体验过的一些活动 长期来都是在设计 在美术的领域里面 其实还有好多有意思的事情 我都没有机会可以参加过 爱上路跑运动晒得全身有黑 甚至设计起周边商品 不累干嘛睡 也是肖青阳队人生的看法 藉由跑步重整大脑 开机之后才能让创意远远不绝 出发的人能得到下一个梦想 加油 很高兴邀请到你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有好多好多成功的故事 得过很多世界级的大奖 所以我想我们就先不谈您成功 先从您的失败开始谈起 怎么说失败呢 就是小时候很多的挫折 在功课上面 在课堂上遭遇很多人生的挫折 我们先从那个青涩时期 学生时代挫折谈起好不好 其实讲挫折嘛 这样子讲起来也不太对 因为其实老师父母就希望我努力读书嘛 对那在我的 我从小的那个70年代80年代 对一切就是以你的学业 成绩为标杆 对那对我这个爱画画的人 其实是压力很大 那就是我的挫折 我就是爱画画 可是为什么课都上不完 书都背不完 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 把课本翻到后面 拼命画拼命涂鸦 所以成语都背不好 那课本里面都是你的涂鸦 都画到那些孔子像历史人物 我都分不出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都变成怪兽了 所以你其实从小就是爱画画 但是没有受过正规的 美术的教育对不对 没有 其实在我的那个时代吧 70年代 其实没有什么叫做美术教育 连美术课都不见得上些什么 美术课常常期待了一个礼拜 那老师大概赶进度嘛 来接下来小朋友 把国文课本拿出来 那就是遭受好大的打击 是 对 因为好想画画 可是那时候没有受过老师 特别教导怎么样画画 也没有 你也喜欢音乐对不对 也没有特别的好好上音乐的课程 不过那个是自然形成的 因为小时候家里开面包店 那习惯就是家里有一堆 装面包的油纸袋 原子笔 在固定的时候 其实就躲在旁边 照着爸爸做的那个 八仙渡海的面龟 捏捏人 在旁边模拟 你这么画 只画的后来客人 可能客人来了也给你称赞一下 就得到鼓励 小孩子就这样一得到一点鼓励的时候 就更发奋涂奖 拼命画 画的每个袋子上面都是奇怪的涂鸦 很多八仙过海 但我很开心是很多来买面包的大人叔叔们会说 画得很可爱 画得很好 这就是鼓励嘛 所以很多的鼓励是来自于这里 而不是在课业上面的奖状 在课业其实大部分都是挫折感 拿来的奖状 那考试卷回家都不敢拿出来 还没到家就扔掉了 但是你这样子如何能够有养分呢 除了能够画这些就是生活周遭可以看到的东西之外 没有人特别的教你 可是你的这个美术方面的才能却一直慢慢茁壮 但我想这是一个就是天性啊 就是喜欢挣脱啊 那追求啊 但是以前在小孩子的时代 其实这些话都不敢讲 不好意思跟大人 老实说其实我比较想画画这个事情 然后可能就是考试啊 就是读书啊 不过我觉得也是鼓励很多新生代的孩子 就是理想啊 梦想啊 喜欢的事情啊 是真的自己努力去靠近的 这个在你身边的家人或是市长 要帮你的呢 帮你忙的部分真的是很有限 可是其实在你那个年轻的时候 念完书以后 其实市面上没有什么叫做美术设计 这样子这么多的工作机会嘛 对不对 那时候都是叫做美工 对 就是画海报 怎么做这些事情 画POP 对 那当时也没有 在2000年前也没太多的什么叫做美术科系 对 对更何况 那时候也没什么大学的美术科系可以读的 对 有的话也都是画一些非常所谓正规的 这种油彩啦 水墨啦 这一类的 对 比较是传统派别 不过那个要进到大学的学院派 才有机会可以学习 所以你刚进 要进入社会的那段时间 蛮挫折的吧 也是挫折吗 我倒是很开心 因为不用读书了 不用读书了 可是那时候开始要找工作 你想要做唱片设计嘛 想要结合音乐 想要结合设计 对 那郑峰我的17 8岁 其实年轻人嘛 在这时候最喜欢听流行音乐 对 对 喜欢听音乐的时代 那又喜欢美术 我心里就想说 有没有一种行业啊 它看起来很漂亮 那它有绘画 有艺术 但是它也可以听到音乐 我就想说 那应该是要是唱片这个领域 对 所以当时一心一想靠近这个领域里面来 在那个时代不容易吧 因为我们记得小时候看到很多唱片 就是那个歌手 那时候叫歌星 那些艺人他们的照片 对 就是封面了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说 还要经过什么样的设计 是耶 其实在80年代 其实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说 我要做唱片设计 也做了 后来做了20年30年 连我到现在为止 我爸妈都不知道 唱片为什么需要设计 我就把一个大头放上去就好 对 不过对我来讲 可以靠近这个领域 我就好开心 是 但是也有一段时间跑去卖面 对 因为当兵退伍之后 一切都要重来 那男孩子在台湾 尤其是更会想到说 这是你将来的终身事业吗 你在娱乐圈里面 你做唱片 做那个搞半天都搞不清楚的行业 对 所以找不到方向 所以那时候想说 逃避 其实逃避 就跑去卖肉羹面自助餐 对 不过混了一年之后 自己也有了新的体会 就是各行如各山 做的肉羹面不好吃啊 好吃 可是我在学校门口卖 到了暑假之后完全没生意 他们不知道跑去哪里 所以就是 也是要绕个路 现在很多可能很崇拜你的年轻人们 也很难想象 得过这么多世界大奖的一位知名设计师 竟然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没有好的工作机会去卖肉羹面的 对 不过我自己后来也觉得人生的很多阶段其实都是学习 那个挫折感其实也是一个养分的累积 只是自己在比较小的时候 可能没有体会到这一点 后来我进到唱片行业里面 这些其实以前生活遇到的 或是不愉快的 或是点点滴滴的一些氛围 其实都是我后来在做唱片当中把它表达出来的 很重要的创意来源 那时候在主面的当时 心里是不是还不能够忘情于美术设计 还有唱片音乐这一个领域 没错 其实那是一个本性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那个已经学生都走了 我开始在那边路边洗锅子 然后有个同学就来探望我 想说那个这家伙怎么那么久没出现 不知道跑去哪里 听说在卖面 他就双手插在腰上 就看着我陪着我那边洗锅子跟我聊天 后来他跟我说 终于说实话 那个萧青阳 你真的不是做吃的料 对 不过一语惊醒 我觉得我真的还是喜欢跟音乐有关 可以靠近美术的世界 回去吧 对 后来 回来之后更脚踏实地 对 我觉得不管好不好 不管你做的音乐 是不是排行榜前五名 你做的歌手是不是最红最红的红牌 可是这是我喜欢的事情 是我从小立定志愿想要追求的领域 其实绕一圈还是有价值的 有有 回来更坚定 反而鼓励了 鼓励了我 那时候一开始回来 做了哪些歌手的唱片封面 回来之后 开始那时候所谓的 当时称叫做另类音乐 做了张正月 陈山泥 楼百吉 猪头皮 这种类型的音乐 当时的音乐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原来音乐人也不只是大头照 音乐人也有创作 然后设计师也可以跟着一起创作 其实当时我就好开心 感觉自己已经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可是当时市场看你们是非主流 他们觉得肖气昂你做的唱片怎么都是怪怪的 怪怪的 好像都不会卖 对 不过我其实这时候我已经不太在意了 我觉得这个我终于找到比较 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还是有比较适合我 我来发挥的路线 真的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 在那样子一个 很多可能 特别受欢迎的一些歌手们 他们不见得用你这样子的一个唱片设计 但是倒是当时所谓另类的歌手 结果后来他们全部都 都成了所谓主流了吧 就更受年轻人欢迎的 所以其实设计啊 艺术啊 音乐它还是有潮流 那只是有时候我自己慢慢理解 潮流可能还没到来 还没轮到我 可是潮流到到了我这一端来的时候 那就可以让我全力发挥 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些鼓励 所以就像我觉得这点像是绘画 你当从徒弟干起 不要担心是不是很多人看到你的作品 但是徒弟的练功的部分 其实真的很重要 但是你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吗 为什么没有想到要随俗 跟下市场 比方讲一些唯美的浪漫的 或者很多人喜欢搞一些很CUSO的 但是你的作品出来 就是很多自己的想法 很多的设计 甚至当时的市场觉得太跳通的 你没有想说要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步骤 都很坚持做自己啊 我可能不是很商业很主流的个性 我完全就是沉浸在那个音乐 给我的想象力 所以我是乐在其中 所以我自己也承认很主流的 很要受到大大轰动大流行的那个类型 我可能不够擅长 但是有一些奇怪思考的 好像挺适合我的 但一个人一个样子嘛 也不要贪心 所以后来我做的唱片 比较偏多都是比较这种 所谓很多人讲的怪怪路线的 那个过程要不要去说服当时的唱片市场 比方讲经营者 其实也还好 因为其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做音乐做包装 所以喜欢饶舌的就会聚在一起 喜欢世界音乐的 他们就会变成同一群人做 我就是喜欢这一个路线的人 所以前面的等待真的很值得 是 我后来想一想 我现在做唱片已经做了三十多年 后来我被注意到了 是后面的五年 如果我在二十年的时候 或在十年前的时候 我卖面就真的就继续卖面 那可能也没有现在有机会 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也许现在访问的是美食家 有可能 或是面包师傅之类的 知名的厨师之类的 对 真的 所以真的人生就是会这样子转弯的 在学生时代 功课好是主流 而进入职场以后 能够符合市场的需要是主流 可是肖青阳呢 他就努力了证明非主流的价值 稍后我们继续要请他来谈 他的专业设计 因为我很享受 我的案子完成之后 透过你来坐火车 坐飞机 看到肖像的设计 跟你达到沟通 得到肖像给你的感情 或是创意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 好爽喔 你有感受到 我要跟你讲的话 而且是透过设计来跟你说 生活是怀抱着满满的热情 而且觉得不累干嘛睡的肖青阳 他是怎么看设计的呢 设计对您而言是什么 我其实也一直也没有想到设计到底是什么 这两个字看起来好冰冷 对 可是我自己才从小时候 在懂得有点品味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那是个追求 追求自己爱的 喜爱的 然后放在身边 他跟我自己很贴近 他也代表我 然后那是一个个人的喜爱 然后变成个人的一种品味 然后把这个品味变成设计 然后制造给很多也追求品味的人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 继续去追求一些 我觉得这个质感很好 我觉得这个美感 值得跟很多朋友分享 它是不是就叫做设计 以前好像大家比较注重是 实用的功能 然后后来大家就开始区别说 这个东西有设计没设计 或者说设计感如何 越来越有这种概念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但那个东西怎么样叫做有了好设计 有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坏设计 对 但设计的一个最终的理念 是传达创造者的感情 然后被第三者 被更多人去欣赏 然后体会到那个感情 但这样讲起来很抽象 我常会觉得它是一个传递感情的一个媒介 设计比较抽象一点 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今年我做了 Pyuma火车的彩绘设计 我就想到说 这火车是给谁做的 它一定不是只有观光客 它也会载着可能是从台东 花莲 宜兰的乡亲父老 可能是部落的孩子 或是母母 他们上火车的时候 他们的感觉 他们可能有的孩子 书读的不够多 那有些长辈他也没读过书 可是看到这个火车 然后他的感受 我觉得这时候就要透过设计 我想说那共鸣 传统的部落图腾 图腾当中隐藏的快乐 或是文化 这些都是创作的元素 把它放在一起 他们一定会有共鸣 所以其实我是朝着 可能做火车的当地的居民的感受 然后去设计火车的美感 绝对不是萧青阳式的 我觉得这个配色比较漂亮 比较酷 这样子看起来只是比较高雅 比较有某一种奇怪的美感 绝对不是那么抽象 所以我们发现你的作品 很多可能就是你刚才讲的 都从可能会使用的 这些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你的作品看起来很多样 而不会每一样作品出来 都是只有一个感觉 永远人家一看就觉得 这一定是萧青阳无遗 反而是能够从很多的角度 去思考的它的实用性的设计 比方讲你还设计 这个超商的咖啡杯 是 还有长荣航空的 商户舱的视觉设计等等 这些也都是一样的想法出发吗 对 但我觉得越玩就是越开心 也越玩越大 我要飞机跟火车 飞机火车这样 但每一次对我来讲 就好像老师出了一个题目 然后这些题目会让我去思考 设计绝对是动脑的 你一定要去思考 使用者谁会坐上火车 谁会坐上飞机 这些坐上飞机 使用你的餐巾簿的时候 他的感受是什么 他会坐到头等舱的人 他可能花了十多万 他坐到头等舱来 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他的享受 他的人生的旅游 种种种地加在一起 就好多好多 所以设计这个事情 还真的让我一旦 接案子在身 我就到处边走路 心不在焉的 一直不断的在思考 到底怎么样符合 这台飞机上面的美学 我常觉得说 客户找我真的是 他赚到了 我真的是请全力 那个睡也睡不着 连吃饭洗澡都在想着 这个火车要怎么做 这个童万节 要怎么让小孩子很开心 所以像这些设计 在这个整个 你自己在 整个设计的那过程当中 是随时随地都在想 睡觉也在想 你也去搭那个飞机试试看 也去童万节玩玩看 像这样子吗 对 因为其实设计 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 这个意念 它隐藏在你脑袋里 它并不是在电脑上面 所以你接了一个案子 几乎就是惹祸上身 就随时全身的脑袋里 所想的 就是你这个还没完成的案子 但我其实是很享乐其中 只是说这个案子 有点多的时候 它变成享乐过度 它变成一个负担 但我也乐意 就我很爱 所以再怎么累 也不会像体力 没办法负荷到天亮 你不是那种 扶案思考的那种人 不是对着电脑 然后不断地在上面修改的 你是在生活当中 不断地去思索 因为我很享受 我的案子完成之后 透过你来坐火车 坐飞机 看到肖像的设计 跟你达到沟通 达到肖像给你的感情 或是创意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 好爽喔 你有感受到 我要跟你讲的话 而且是透过设计来跟你说 那这些我 当然觉得 刚刚讲的它 除了享乐以外 我觉得它就是支撑我 一直继续对设计 很有充劲 一直觉得下一次 我再做一个新的案子 我又可以跟更多人 在交流我的说法 我的想法 嗯 是 你有那么多的作品 也得过那么多的奖 哪个作品是你自己 最喜欢的有没有 最喜欢喔 不过我跟很多的 创作者的说法一样 正在进行的 都会让自己超级喜欢 下一个 对 下一个 但我也很享乐 是昨天完成的 现在在进行的音乐祭 或是水上活动 都跟设计有关 那自己的设计的案子 它变成立体化 变成可以享受 可以聆听 我看到那些享受者的 享受的表情 你知道那个就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 很重要的鼓励 哇 最棒的喔 对 是 在做唱片设计 或者是其他的 刚才提到的 各式各样设计过程当中 需要跟 除了自己不断的思索以外 需要跟业主之间 做很多来回的沟通吗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比方讲 刚开始的时候 也许这个企业主要求的是 什么样子的 但是你有完全不同的 发想出来以后 最后怎么样的一个 磨合过程 有没有 会 但我觉得这些 跟自己的经验 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自己比较更小的时候 很常提案都没有过 我想很多设计师 遇到这种 要提案 要提很多这案子 然后业主要审核 后来还肯定打退票 慢慢慢慢我也理解 其实是因为 你跟业主 你跟来找你做案子的 你们不够像好朋友 你们没有保险情 要有感情的 感情没有融合 你不了解这个产品 它的意涵 或是出资者 或是找你来合作的伙伴们 他希望你可以传递一个什么样 可是那个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设计师要努力的 他绝对不是在电脑拼命找资料 或是到书店拼命翻书 那个感情有时候确实要走入可能创作者 或是在找你的伙伴的家乡 或是深厚的环境 那这些都可能因为你的努力一点 会得到这个源头的创意 而变成让你的业主得到感动 所以这样听出来了 为什么你要把设计融入生活当中 因为你要贴近到那个需要使用者 他的生活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好像做不出来了 是不是像你都埋头苦干 你没有出去走一走 你没有去认识得到感动 没有把那个距离拉近 对 你自己不感动 你何以可以把你的作品 变成一个感动的作品 被别人感受到 我常用这样来提醒我自己 因为很多人很希望能够成为像你一样 靠着设计来传达很多的理念 然后跟这个社会做很多沟通的人 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不一定是在学校里面能够汲取那么多的养分的话 有什么样的管道自己越来越充实自己 所以我要分享也提醒 尤其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 让自己挑战自己可能不擅长的事情 去了解自己不擅长的感情 当然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个吃力 或是你看不懂 或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进入 可是你经过一轮之后 你了解之后其实你再发挥出来的时候 你的作品成熟了 你作品不会只是表面化 你的作品已经有深层的意涵 有了解土地 了解环境 了解当事者的种种种种加在一起 变成一个累积的创作的画面 那这一点很重要 我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生活经验 我并没有取得过 所以努力很踏实的去追求新的生活的样式 认识新的朋友 他都在在的在家 在我身上加持了很多很多新的生活经验 对 那最后就辗转又回到你的作品的创作上 你觉得设计家其实就是生活家 一定要 对 如果你的作品看起来是很枯燥 可见你平常的玩乐太少了 那这会不会跟这个人的个性 他本身的特质有关呢 那如果像很多年轻人 他就是年纪还小 他的生活经验就是不足的话 怎么办呢 对 所以我常偶尔会看到一些年轻的作品 看到看起来哇 好好看 可是好像没什么太多的内容 可以让你让你可以品尝很久 所以那个深度不够 对 有的作品你可能会觉得你很喜欢 可是你仔细看一下 可能三秒钟你就看腻了 有的作品你还想把它表框挂在家里欣赏它 是 对 那我当然希望 我期待我自己的作品 是让大家可以看久一点 那这个就是你时间生活经验的累积 你才有让你的作品开始有深度出现 而且作品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自己的个性 比方讲要让人有记忆点 看了这个以后就知道那个风格出来 而且会印象深刻 我们常看到很多台湾的年轻朋友 您也提过 好像受到日本的影响多 受到欧美很多的大师的影响很多 结果反而自己的风格出不来 是不是 对 不过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灶门 当你阅读很多 你欣赏很多 看很多 你被影响了 你变成没有自己 所以这时候你又有一段时间 你开始要反省 要反出 回到你的乡里 回到你的故乡 去遇见你的从前 你的家族 种种种种加在一起 我想这些又一轮的反省之后 你的作品就会开始 现在的 以前的 文化的 会淬炼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表现 设计这个事情跟历史的美感一样 它无怨佛界 几千年以前就有美术这个事情 不可能以自己生命当中的 短短20年 30年 就可以表达多深厚的意涵 所以还是提醒自己 或是每个人 你自我的修炼好重要 然后要从这个历史里面 从古人的很多的智慧里面 去汲取一些 帮自己增添一些养分 而且是不是你的出生地 你的文化背景这些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表彰 如果完全是仿效 国外很多的大师的话 反而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了 我个人是希望 我期待我自己在做作品的时候 不是一个复制品的设计师 对 我欣赏别人 结果我做的只是朝向他的脚步 做一样的事情 那我升到这个世界上 再重复别人 这个不是我的理想 而且我会觉得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萧青阳 那我也觉得每个人 不应该再复制别人 因为就像每个人的 手上的指纹一样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 是不得重复的 都有自己的美感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 再成为萧青阳第二 对 每个人都很值得 是另外一个个人 可以值得欣赏的 另外一个艺术家 创作者 真的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要继续再请 我们萧大师 萧大侠 多跟我们谈一谈 他的设计理念 或是每一次你都像一个 超有天分的人 任何一个创作 就是一个好作品 没这回事 积极地追求 那个好的运气 好的机会 它确实比较容易出现 但我刚提到的是 努力追求 但是脚踏实力 很诚意地脚打自己的作品 是很重要的三大颜色 萧青阳是亚洲第一位入围格莱米奖专辑包装设计的国内知名的大师 有很多的年轻人都看到他的例子 就想要以设计为目标 为事业 甚至为一生的职质 也很希望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扬名 您对这些年轻人 你刚才的建议就是说 好好的生活 把生活的经验融入作品里面 而且要有自己的风格出来 你自己的做法是怎么样 你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更深刻 更丰富 我在做作品的时候 确实我也像个反省 我遇到瓶颈 我觉得我很多事情不会 我很多的世面 我很多的经验 我都没有看过 我那次的经验的提醒之后 反而是让我觉得说 对 我不能沉溺在 我喜欢的所谓的设计 或是音乐的领域里面 我应该跨足有机会去看看 另外的很多很多 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达人 他们正在学习 或是我没有见过的 或是让我大开眼界的种种 你的意思是说 你虽然做音乐跟设计 但是不能够只局限在 音乐跟设计的领域 当然 你还去涉足了什么 例如我就开始 很强迫的 看到一群人在跑步 我就加入队伍 我去体验跑步 不是只有选手做的事情 跑步道理 他们这群人那么爱跑 原因是为何 我加入登山队 大家一起去爬山 到了一群到山上 我去体验 原来在山上有很多 我以前没有看过的眼界 山上有很多自然景观 高山的变化 种种的加在一起 都是让我觉得 是啊 我的世界 我的体会变得好新颖 是以前我没有想到过的 那人就是这样 你在创作的时候 让自己有冲动 有了新鲜感 你就好想做 我知道如果有一天 我做一张爬山的唱片 我一定会变得内行许多 我做一张跟跑步有关的唱片 我一定会内行很多 因为我在当中 我得到可能有感性的 有活力的 种种的感触 会不断不断的 从脑袋跑出来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你交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 然后这些朋友的人生故事 也都成为你很重要的 一些学习 我唱片做久了 所以每一张唱片 其实歌手艺人都有一段 可能以前里面 有听过的故事 到了跑场之后 那些跑友们 他们讲的家庭的故事 或是家里的生活点滴 我也好想听 所以但我还是职业病上升 我觉得好像每个人 都像一张唱片 就有一则故事 可以让你稀奇去欣赏 去阅读 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像一张唱片 对 因为就像我 我来自于阿公 是农业家庭种田的 我爸爸挣脱他的爸爸 他开始做汉饼糕点 讲起来一大串讲不完 但我猜测 每个人的那张脸的背后 也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 读起来好像这个故事 课本里面读不到的 但是你阅读会越入味 当然阅读像一个好朋友之后 有些可能他平常 不会讲出来的内心话 他也会跟你表达 但我其实是当成一个欣赏 我爱听故事 这些故事 突然间我就有那种 想做唱片的画面 轰动又跑出来 而且你跟着他们一起 比方讲跑者 一起跑步之后 你也开始设计那些马拉松的 这个奖杯 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做设计 当然跑马松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要上秃台拿到前三名 但重点是我有的是意境 我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来参与什么事情 我可以来当 我可以来设计大会的精神标语 我可以来设计大会的奖牌 我可以来设计徽章 设计奖杯 这些也是边跑步边玩乐当中 我觉得也做一点自己擅长的事情 新的挑战 让我觉得充实许多 因为毕竟工作久了 只是玩乐让我觉得有点空虚 所以你把工作跟玩乐结合在一起了 这像是最幸福的事情 而且你有感觉到你的改变吗 我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希望我可以保持改变 因为自己有改变的时候 让自己觉得很充实 那那个改变有时是外面的人会告诉你 小青洋 你这次的马拉松你跑得更快了 对你又增加了半个钟头的速度了 我听了就觉得 是自我的挑战的快乐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这些也都会呈现在作品上 会 作品需要很多很多的生活的体验跟面向 它越多让我的想法 它会越扎实越成熟 所以你会感受 比方讲你设计出来的 你参与的马拉松 你所设计出来 不管标语 或者各种精神奖杯等等 跟那些没有参与过 真正去跑过马拉松的人 应该会有很微妙的不同 会 我觉得有时候从跑者拿到我给他的立志民毛巾 标语的时候 我会可以感觉到他们有被我鼓励到 那其自成鼓励都是我在跑步当中 他们鼓励我 让我感受到 是不是也有一些句子 或者一些图案 你觉得 那也变成我的座右铭 那我的座右铭 其实也当成鼓励 可以更多人的一个分享 所以从 就像不累干嘛睡啊 出发的人可以得到下一个梦想 对 不害怕 就是梦想不够大 是我最近想出来的 我也觉得 哇 这个让我超震撼的 突然听到一句这个标语说跑得更快 不过是不是会变得很累我不知道 哇 真的很有意思 出发的人能够得到下一个梦想 真的很好 但你在这个跟跑友们接触的过程 也有很多人 可能认识你一起跑了以后 大家都这样子流汗水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你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师啊 应该也很有意思 这样过程 其实我刚开始在跑的时候 前面十场的赛事的时候 但很多认识我的朋友 边跑会跟我打招呼说 大师好 那很多的跑友误会以为我是那个田径的大师 就是田径赛事的冠军选手 其实没有啦 就是我是来跟大家一起玩乐的 后来你就叫大家喊你大侠了 对 后来改名 太聪明 对 就不要再叫我大师啊 这样我很不好意思 叫我大侠就好 可是事实上真的是大师 因为在国外真的获奖无数 我们都知道的 从这个葛来美一再的入围 国内的金曲奖 还有德国的红点奖 等等 最近那个美国独立音乐的又获得大奖了 是 不过 我带得奖 对我现在这个年纪来讲 是锦上添花 还是很开心嘛 对 因为自己成熟了 我反而觉得是应该这时候是花比较多的力气 去鼓励年轻人去教导新的孩子 学习 我可能以前学习过 我是走过的路 这个才让我在现在会觉得比较充实一点 对 如何能够让有更多的年轻人也可能得到这些荣誉啊 不容易啊 刚刚前面提的是 后来我自己慢慢修炼自己练习 我觉得脚踏实地 我觉得诚实做作品 传递感情 其实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当你很诚实的传递你的感情的时候 对方得到这个感情的时候 他已经不跟你计较你的设计到底好不好 不会跟你计较你的编排到底好不好 你的配色好不好 因为你的真感情已经感动到我 我就给你最高的评价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是认为 我一定要到一些知名的学校里面去 跟了知名的老师 我才能够学得这方面的技术技巧 然后要有很好的机遇 并且加上非常好的这个人投资 然后有很好的创意融入之后 我才可能有好作品出来 这跟你之前的机遇是完全不同的 但时代一直在变化中 那现在年轻人更积极追求 好的环境 好的师资 靠近理想中的艺术家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毕竟积极地追求 那个好的运气 好的机会 它确实比较容易出现 但我刚提到的就是努力追求 但是脚踏实地 很诚意地表达自己的作品 是很重要的三大元素 我发现你特别强调这个脚踏实地 因为你的确就是真的一步一步 都是踩着过来的 当然也有跑着过来 对 现在改用跑的 改用跑的 那么多的作品 受到那么多的赞美 你有过不好的作品吗 有过自己觉得失败 或者是后悔的作品吗 很多啊 真的有吗 我到今天为止 到昨天我还是很多 正在进行的作品 我觉得好像还没做都已经快要失败了 对 那我自己反省 是因为我对这个作品的深入 还有理解真的不够透彻 所以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沟通表达这个作品 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好 不是每一次你都像一个超有天分的人 任何一个创作就是一个好作品 没这回事 所以每一次的作品会变成最后很好的结果 那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一个折磨 那每一天其实我也正在接受新的折磨 不断的折磨当中 并且也享受折磨当中 对 等我想通了 我想出那个很好的传达的意境的时候 好作品就出现了 是嘛 所以其实好多朋友都可以看 大师也是有很多的感觉自己失败 感觉后悔的时候 对 那有时候也还会被别人批评吧 对不对 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可以得奖呢 到底好在哪里 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你有怎么去面对 要接受 对 没有人出生是完美的 但是也唯有抑制琢磨之后 你会变得比较接近完美 也没有作品是所有百分之百的人都赞美的 对 你即使很好的作品 可能也有另外一种想法 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 可是它可能重重的打击到你 但是这个理念会让你 是一个提醒 因为它有助于 在下一次你在创作的时候 你的思想 你的能量 它会更完整 是 你就是靠这样子 我喜欢欣赏别人 我喜欢听别人 可是各样的意见 但当然当中会有一些 像一个小打击 可是我觉得很好 因为 你不会去争论啊 去说服别人 我会表达出我的看法 可是我觉得懂得聆听 是有难度的 所以挑战有难度的事情 不是很好吗 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 稍后我们还要齐句 请肖欣洋来谈 那么除了设计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她 就是会穿着假脚拖 去勇闯沙哈拉的肖欣洋 其实我那时候 是有点怨 沙漠我行吗 我不是选手 我就是撑了一下 硬着头皮 跟她说我行啊 这就去了 不过去了当中还蛮糗的 对 那个 其实大家都选手 到现场我才发现 我不是选手 只有你不是 大家都穿布鞋 我只戴假脚 对 但这事实上有什么不行呢 参加老拖在沙漠当中 更不会骑水套 所以博得大家更哈哈大笑 在一般的刻板印象当中 做文艺设计的人 大都是这种文文弱弱的 寂寞苦涩的 但是肖欣洋完全不一样 她跑步 登山 还扛着三太子去闯沙哈拉 而且她也晒得很有黑 又很喜欢号召全家人 或者很多的朋友 大家一起去走南闯北 所以当然就是一个 大侠的行径了 为什么你喜欢这样子过日子 那其实就是爱玩 对 那爱玩 爱跟大家一起玩 爱陪玩 喜欢一群人 然后喜欢欢笑 但这个是我小时候的本性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 所以我很怕好玩的事情结束之后 大家回家 所以我不喜欢让大家回家 真的啊 就是接下来等一下去哪里 到了宵夜场 待会还可以去哪里 你过冻吗 有耶 而且年纪越大越明显 真的 病很重 就是过冻的病 特别的开心 如果喜欢这样 就是人生的充实都在欢乐当中 我们谈一下沙哈拉好不好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有趣的经验了 我为什么会去沙漠 其实就是也是一个个人表态啊 就是你要表达你喜欢欣赏这个世界 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而且你可以用绘画用设计来表达 又喜欢交朋友 所以我记得那一年 九天的许团长他就打电话给我 你不是爱玩吗 我就找你去啊 你用你的眼睛一起跟我们去走沙漠 对 其实我那时候是有点怯 沙漠我行吗 我不是选手 不是撑了一下硬着头皮 跟他说我行啊 就去了 不过去了当中还蛮糗的啦 对 那个其实大家都选手 到现场我才发现我不是选手 只有你不是 大家都穿布鞋我只带假脚拖 对 但这事实上有什么不行呢 穿假脚拖在沙漠当中 更不会骑水泡 所以博得大家更哈哈大笑 当然最后的赛事的结果 我不是有很优秀成绩 可是我也穿着拖鞋走完全程 我的朋友跟我说 你很有意思耶 我不就是出来玩看看这个世界吗 对 那你那么会玩 你那么爱玩 那我再约你 我们去爬射母峰 就这样一拖接一拖 一拖接一拖 但每一次的旅行都让我大开眼界 看到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世界 所以你不拒绝继续玩下去 让自己在体力还很好的时候 要勇于去挑战 然后去让自己有新的见识 不累干嘛不玩 没错 而且每一次的旅行 挑战回来 都让我重新反省 是耶 如果我这趟没去 我就无法见识到 高山的雪巴人 他们的心境是什么 你会有去遇到他们 你才可以 听到很多他告诉你的话 你没有担心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能也许会哪里做得不好了 做失败了 让人失望了 都掉到山下去了 对对对 那个想象力超强的都有想过 对 可是以前慢慢累积的经验 我发现哪有回来 一次什么也没发生 对 然后我有得到就是 你吸收到那个万里路的知识 然后我后来我爱上了 我着迷了 所以现在有朋友 只要具有挑战性的 想到找那个肖大侠去 他去他很好玩耶 他也会搞笑 而且他挺有活力 他韧性也强 对 既然我被朋友画上是一个 是一个很强韧的名单 每一次的邀约 我通常都是好找我找我 所以常常不小心一天 竟然有两场赛事 让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的天啊 而且我们看你那个 马拉松赛事排的是满满的 然后每一年要挑战的事情 也都一样接着一样的 好吃 对 别人找你就好吧 就去吧 所以永远都有无尽的挑战在前面 不过跟大家分享是 他真的不是有难度 他就是你每天的生活 只是你把生活 变成每一天都不一样 然后那个 他不就是我从小喜欢的玩乐 逛唱片行啊 只是今天跑到沙漠去 去看看沙漠的日出 但是换一个环境 那个享受的部分 还真的是更多 慢慢我也理解了 原来赛事不是只有选手可以去的 画画也不是设计师才能画的 对 大家应该有机会去体验 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美好 每一天都在品味 每一天生活都有滋有味的 对 所以我妈妈后来说 你就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 但我愿意 当然愿意 对 就是让人非常羡慕的生活 可是我也知道 其实萧大侠 除了自己玩得很开心之外 其实也很喜欢做工艺 也很喜欢去鼓励一些偏乡的孩子 让他们勇敢的追梦 对不对 小时候读那课本 那句叫做 助人为快乐之本 我本来还觉得很样板 可是后来自己被 号召的朋友一起去 参与公益 就体会到 对 会觉得 别人有快乐的时候 自己得到的快乐 还真的是原来的快乐的百倍 对那他也让我很上瘾 但我也不觉得他叫做 一定是叫做公益 就是让别人一起来得到快乐 得到愉快的心情 你大都怎么做 例如说好 刚讲到路跑 那我最近期就开始加入所谓的 带着四张人士一起跑 哇 你知道有多少人 他可能都还这辈子没有跑过 没有跑起来过的那种心情 因为他看不到 对 然后他在跑步的时候 那个风的速度 在身上会流窜的感受 光想像我讲给他们听的时候 他们都兴奋了 然后我就会跟我的朋友预约 我下次带你跑 我速度会放慢 可是好几次我发现 这些四张朋友跑的都比我还快 对 更无据吗 就很多 很多是他们更专心的跑 很多我以前可能没有了解的 那我启动了这个去参与 可能自己享乐的事情 也让很多没办法享乐的 一起来享受 其实我是继续享受 但是让更多人可以有一些 也体会到肖强喜欢的事情 其实你用你自己的这种生活态度 以及在事业上的一些成就 带着偏乡的孩子 或者是一些文化刺激 没有那么多的孩子 带他们一起出去 去感受生活 去感受那个生命力 尤其是你小时候 也不是一个功课特别好的人 这样对他们的鼓励 应该特别大 对不对 他们对这个大侠哥哥 他们超级喜欢的 对那个原来不用读书 也可以画这么好 对 所以我现在有努力 有努力觉得阅读也好重要 世界上有好多的知识 不只是你起而行 可以阅读得到的 对 不论在各个领域里面 遇到新的朋友 都是一个学习 小时候念书 觉得上课那种课本是很辛苦 但是现在是喜欢念书的 对 对 喜欢阅读 阅读文字 阅读人 对 那这些让我 因为喜欢 所以我就去做 然后我就去参加 所以我现在生活 愉快多于 多于苦闷 你刚才所提到的阅读 阅读书 还有阅读人 这方面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 以前可能看到范古的冤文画画得很好 可是后来开始阅读他的时候 原来范古他说 拿起碳金笔 开始快速做话的时候 速度越快的时候 那个生命的体会更强烈 那我就开始去对照 我就模仿他 我就开始也快速的在写声 快速的在练习速写 我有感受到 那这些就是阅读 阅读不同的人生 生活的体会 那这些人不只是身边的朋友 几百年前 几千年 他们在生活当中的面向 透过他的专记 透过他的文字 体会到他 让我有新的偶像 得以继续学习他们 学习的事情 真的是好多好多 好几辈子都学不完 很多人都说 你得了那么多奖 然后在这个事业成就上 获得这么多的肯定 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每天生活这么丰富 有没有所谓的下一个目标 或者是你现在的梦想 对 我最近有立定一个目标 这句话是 我的梦想就是服务你的梦想 对 因为坦白讲 我的梦想也没那么多 小时候只是偷偷想说 可不可以有一天变成设计师 可不可以变成建筑家 后来没办法变成建筑家 但是变成设计师了 也算是达成了 如果说我还是停滞在我的梦想里面 人生太可惜了 后来交换很多人的理想 反正很多人都有自己很特别的 你从没有想过的梦想 那你加入别人的行程 跟别人一起去挑战他的梦想 别人达成的时候 好像你也达成他的梦想 所以叫服务你的梦想 对 所以我就开始刚提到说 为什么会去沙漠 为什么去登山舞风 为什么去跑步 这些都是别人不同不同的理想梦想 他们把我算一咖 把我找进去 那我也乐见一起看到他们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挑战成功的时候 他们眼睛冒出欣欣的感觉 所以你本来只是想说 算你一咖 陪他们一块去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也是自己的主角呀 对 我也得到他的梦想 人生可以一下子一个梦想 变成一百个一千个梦想 有什么不好 太棒了 真的 今天晚上我们听了肖清阳谈他的故事 他的梦想 当然也有他的成功和挫折 还有我们也感受了他用梦想 为动力 好好的 快乐的过生活 非常感谢你今晚的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